是甜蜜的負擔 生小孩後 翰先生在台北市買房 林小姐甜蜜的負擔 變得更重 台北的房子 其實真的是蠻貴的 然後我們又要找到 一個符合我們需求的大小 然後價錢又要可以 然後又希望要有停車位 所以我們其實 找得蠻辛苦的 你可能現在沒有買 然後可能隔幾天 他就立刻就賣掉 原本還是兩人世界的時候 在台北租屋 一個月就要兩萬 再租大一點的就要三萬 賞著每個月幫房東還房貸 還不如自己買 我們現在是用新安的貸款 那是寬限期有五年 那我們是貸滿到四十年 那目前的話就是 因為是在寬限期期間 所以一個月繳的沒有那麼多 其實跟之前的房租差不多 那可能五年後 他會變成就是 實際應該要繳的那樣子的數字 應該會蠻蠻可怕的 本來是請預言假 然後我想說可以好好地顧小孩 但是就想到五年後 我要開始繳房貸 然後就想說我們還是回來上班好了 心情安熱潮不減 五月撥貸八千兩百七十三戶 金額共六百三十六億元 再創新高 政策從去年八月上路以來 累計撥貸四千兩百八十一億元 幫助五點八萬戶首購足成家 享有市場最低的百分之 一點七七五優惠利率 所以就造成很多的一個買方的部分 開始湧進來去做買方 所以我們看到各地都有一些熱銷的資訊 那所以就是說 目前的整體的房價部分 就還是持續的在創歷史新高 所以央行開始擔心說 是不是會有一些 就是是負債過高的一個狀況 國內房市火熱 央行公布最新一期金融穩定報告指出 二零二三年房市交易逐漸擴增 支撐房價漲勢 民眾購物負擔上升 家庭部門在金融機構的借款預放比提高 也就是指放款可能面臨客戶 無力償還本席的情況有所抬升 因為大概在這十年來 大概幾個主要都會去的房價 大概購物總價大概增加三百到四百萬左右 其實整個你的負債金額是在 隨著房價上漲的過程中 它正在不斷的竄高 可是因為通膨的影響 我們其實薪資實質購買力 是在出現一個下滑的 然後這幾年那又有很多人 因為可能我錢沒有那麼多 但是我擔心房價居賞 所以它即使能力還不是很足夠的狀態之下 它還是衝進來做買房 家庭部門借款用途以購置不動產為主 佔百分之六十二點四六 考量銀行借貸利率走升 實質經常信心資因通膨下降 負債程度較高 家庭的還款能力恐怕將出現變化 最重要就是家裡面應該要建立共識 要規劃 然後要記帳 記帳是我們任何人理財 包括我們家庭理財的第一步 因為你可以看到你的資金支出的比重 然後可以找到缺口在哪裡 面對家庭經濟的變化 學者提出Self 理財法 作為小資家庭的理財指標 有閒錢盡量存起來 我們要saving 創造一些所謂的被動收入 自己主動很認真去賺 當然這是一回事 L就是我們一般來講 就是把很多需要把它放長期一點 大家也都知道 想要跟需要是兩回事 最後一個就是我覺得 到底我們在一個家庭 或者在一個我們人生的發展當中 哪一些事情是最重要的 我們常常講什麼是come first 什麼是第一的 比如說孩子的教育 可能短時間之內買一台特斯拉 或者買一台很好的豪車 或者買一個什麼豪宅 可能要來的重要 全球家庭負債情況惡化 美國家庭債務上一季達17.7兆美元 中國大陸家庭債務五年飆升百分之五十 台灣家庭平均負債四百零五萬 甜蜜與負擔的天平逐漸失衡 TVBS新聞陳宥祥往後與台北採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